这是一位75岁的阿婆 她之前有V型肝炎 在11年前的时候加入本院的V型肝炎 定期的追踪系统 那在4年前 在患者定期追踪的时候 发现肝功能是正常的 不过它的肝癌指数 就是胎儿蛋白 为207 大于正常值的9 所以帮患者安排了一个腹部差异波 差异波看到它有肝硬化之外 它肝有长出一个1.5公分的 歪医式肝癌的肿瘤 那患者后续接受电脑断层检查 正是为一个肝癌 那之后患者我们帮他安排 进行的一个射频操作手术 顺利把这个肿瘤给他完全治疗 那患者后续的话 V型肝炎仍在本院做定期的治疗 那接下来追踪的话 它的肝癌指数跟V型肝炎的病毒 都有恢复正常 那提醒各位肝病的患者 臨床上除了要定期追踪之外 如果说肝脏有任何的异常的话 记得要跟医生讨论 接下来的后续的治疗方向 张继为了照护V型肝炎患者 开发了医化V型肝炎照护追踪系统 减化了病人的受案流程 并提升了病人的照护遵从性 并于110年获得健保署最高奖励的肯定 感谢健保署提供的V型肝炎及C型肝炎患者的追踪改善方案 同时也让张继守护肝苦人的用心 获得最高的一个奖励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有V型肝炎或C型肝炎的民众 应该定期的追踪以及接受必要的治疗 才不会让疾病发现的时候太晚 导致不必要的遗憾 感谢观看